大家好,我是小静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瘦身汤 减脂期间营养均衡的瘦身汤 能让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芹菜 先把芹菜切成小段 芹菜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盆中 接着再准备一个西红柿 把它去掉外皮 去掉外皮之后 先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长条 最后再把西红柿切碎 切好之后把它也放入盆中 接着再准备一把金针菇 先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金针菇 把它改刀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把它也放入盆中 接着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把芹菜和芹菜先倒进去 先开大火煮上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之后再把金针菇也倒进去 开大火煮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再打入一个鸡蛋液 鸡蛋液定型之后再加入一勺食盐 把食盐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美味有营养的减脂汤就做好了 这道减脂汤如果作为晚上的代餐 有非常好的效果 低脂低热量 不仅可以瘦身 还可以分解体内的脂肪 平时饭前喝还有助于控制饮食 减肥的朋友可以多喝这道汤哦 坚持几天小肚子就不见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 可以帮忙点赞关注转发一下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